秀林湘陶浦阁文化健康站 星期假日举办了 112年模范父亲表扬及歌舞展演活动 邀请部落族人一起欢迎父亲节的节日 而协会也目得了精美丰富的摩采品 向辛劳的爸爸们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 在主持人和立委高津树美高山感恩的新 112年模范父亲及歌舞展演活动 下午真实展开 报告立委高津树美 立委乌立华助理高伟宁 先演陈美莲修林村长周贤德 下面代表白金文 白秀娟 白思义 修林相公所社会科科长与艾美 共同来为爸爸们献上祝福 给我们这些最辛苦的家里面的资助 我们的爸爸们 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一生奉献照顾在 我们的家里面让家里面和好 谢谢爸爸们 今天是我们GoGo主办 112年模范父亲的两人 在这里也先祝福我们 也恭喜我们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其实爸爸就像山一样 照顾着我们的家 所以在这里今天也是我们的GoGo主办这样的活动 希望今天爸爸们对我们很开心 各位的正美好的下午 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能够生产健康 事事如意 华林县修林乡文教运动协会理事长江苏博表示 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节活动 就是要感谢辛苦的爸爸们在家里打拼 淘博格文化健康的咱们也一同来欢庆 就是要活路社区的凝聚力 文件站的赵福员也带来健康超来让大家一起来开怀 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